我们在前面的影片中介绍了光电效应的性质与理论 但仅仅利用文字似乎无法真正理解光电效应与光子假说的内涵 如同前面学习过的定律 大多可用简单的关系式来描述复杂的物理现象 那光电效应与光子假说的结合 是否也可以归纳整理出数学关系式呢? 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光子假说中光子的性质 1.光子的能量E与其频率F乘正比 关系式为E等于HF 光子的动量P等于Lambda分之H 2.因为光子已经是光波能量的最小单位 故只能完全吸收或完全不被吸收 也就是没有2分之HF这种能量存在 3.光子与电子的交互作用时间极短 故一个光子的能量也就是频率会决定是否产生光电子 4.单色光中的光子能量皆相同 而光强度则与单位时间通过单位截面积的光子数目乘正比 那我们该如何利用数学关系式来表示光电效应的现象 以及光子假说的性质呢? 我们先来思考一下光电效应的现象 光子在金属表面发生光电效应的过程 可以想象在极短时间内光子与电子发生交互作用 光子有可能将能量转移至电子 这边有可能指的是光子可能完全被吸收或完全不被吸收 那什么时候可能被吸收呢? 当光子的能量可以让电子离开金属束缚时 光子就会被电子吸收并消失 若光子的能量太小 不足以让电子离开 光子就会反射而不被吸收 这也就是底线频率存在的原因 而电子会完全吸收光子能量 若电子所吸收的能量 超过离开金属表面所需的能量 剩余的能量就会表现在电子的动能上 另外在光子假说中提到 光子的能量可以表示为1等于HF 归纳上述内容并依据能量守恒率 光子的能量会等于电子得到的能量 其值可以表示为抵抗金属束缚的能量 加上电子的动能 得到关系式HF等于W加Kmax 即为爱因斯坦提出的光电方程式 关系式中的W称为公函数 又称E出公 是指要使一个电子立即从金属表面中溢出 必须提供的最小能量 仅和金属种类相关 不应照射光的性质不同而有所改变 而不同金属的公函数量值也会不同 在光子假说中我们提过 因电子与光子交互作用时间极短 我们可以将此关系视为一个光子 与一个电子交互作用的情形 公函数代表着电子溢出表面的最低能量 与底线频率相同概念 而Kmax则为此电子离开金属表面后 所具备的最大动能 由于底线频率代表的是 可以产生光电效应 能溢出电子的最低频率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公式计算出金属的公函数 因为是最低能量 代表电子最大动能为零时 所得到的频率即为底线频率 我利用化学中金属自由电子游离能 得到金属的底线频率 也就是说频率为F的光 其光子的能量为HF 若HF小于W 则不会产生光电效应 若HF等于W时 恰好为光电效应发生的临界值 若HF大于W 则会发生光电效应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大动能K-MAX 与截止电压VC的关系 从雷纳的光电效应实验中可以看出 在进行光电效应实验时 入射光照射金属把 使脱离的光电子往另一端的电极移动 形成光电流 若在两电极板间施加逆向电压 则可阻止光电子的运动 使光电流变小 逆向电压增大到一定程度时 光电流变为0 此电压VC称为截止电压 此时具有最大动能K-MAX的光电子 在脱离金属把表面后 恰好会在抵达另一端的电极前停止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可知 K-MAX等于EVC 因此光电方程式可以表示为 HF等于W加K-MAX等于HF0加EVC 在这里我们要额外补充一个常用的单位 因为在描述光电效应时 光子与电子的能量都很小 不多采用电子伏特EV作为能量单位 即为电子越过EV的电位差 所获得的电位能 若入射光波长以奈米为单位 则光子能量1可由画面中的公式求得 此公式在计算光子能量时相当简洁方便 但必须特别注意波长与能量1的单位 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支影片的学习内容 光电方程式为HF等于W加K-MAX 其中公函数W为电子脱离金属表面所需的最小能量 底线频率F0为可以产生光电子的最低频率 最大动能K-MAX与截止电压VC的关系为K-MAX等于EVC 当F大于F0才能产生光电子 也就是光电流 当F大于F0照射光F越高 K-MAX越大 截止电压VC也会越大 光子假说与光电方程式提供光电效应几乎完美的解释 但还是有许多科学家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 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证明光子假说与其方程式的正确性呢 大家来思考看看 根据光电方程式 我们可以进行什么实验来验证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